最近還有個新聞鬧得很兇 就是Balance Iaga 巴黎世家最近出來了一個小孩 戴著一個穿著性虐待BDSM的這個玩具熊的宣傳照 廣告 這個其實是我離開服裝公司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因為高端的時尚公司其實一直在做就是那些衝撞體制 那些超級名模在舞台上面走秀的衣服 根本不可能有人穿 又露奶頭又露屁股的 每個男的看起來都像gay一樣 然後穿的比我的內褲還要短的短褲 然後這個樣子還不能被批評 因為這個樣子叫做藝術 高端時尚公司就是被一堆變態掌控的 這個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這次的事情會爆發的原因是因為照片裡是個小孩 不然女人穿著BDSM的衣服在走台步 在時尚圈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女權人士不斷的說停止物化女性 但是現在發生的所有事情 不管是什麼濫性法案 墮胎的法案 約炮還有高端的時尚 在做的事情其實就是在物化女性 只是被一群腦殘的人說這是自由而已 露兩個奶頭在外面是女性的自由 這個就是現在的時代 女人完全被性化物化是非常正常的 巴黎世家錯的就只是照片上面是小孩而已 一下是美國左派女權最瘋迷的節目 The View裡面的共和黨人 這個主持人 Elisa Griffin 前川普政府的幕僚說 巴黎世家做的最錯的地方就是 把子彈給了保守派 I found this ad campaign particularly distasteful in this moment so there's this there's growing anti-LGBTQ sentiment right now and how it's being framed is as portraying you know trans people as groomers this is a term you'll hear on the far right they're groomers this is where you get the anti-drag queen stuff that we're seeing So Balenciaga played right into their hands by having kids in a sexualized manner carrying something that represents you know sex acts I think it was a really bad miss step at a moment where it's just kind of a dangerous time to even give credence to those kind of insane tapes 哇 可惡的巴黎世家啊對不對 你們的廣告使用兒童來提倡性虐待的照片 上面還有最高法院的判決書 是關於兒童性愛色情片的 你們做這麼多最壞的地方 就是讓極右派的人有理由攻擊LGBTQ What 現在我們就要一直聽這些極右派的這些人 一直說一堆就是公開的事實 巴黎世家你們實在是太糟糕了 這個The View的觀點實在是太特別了對不對 那個兒童性虐的廣告 他就是穿著BTSM的衣服 最壞的地方就是共和黨的反應 OK 多麼睜眼說瞎話的事情 這讓我想到很久之前那個 伊斯蘭恐怖攻擊之後 有一個脫口秀的這個搞笑藝人 叫做Norm McDonald的玩笑 他說如果伊斯蘭恐怖分子發動恐怖攻擊殺了很多人的話 最糟糕的反應就會是 I can't say my friend's name but he said his biggest fear I can't say my friend's name but he said his biggest fear That ISIS or some terrorist group like that We'll get ahold of a dirty bomb And exploded over a major city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kill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Because then The blowback against innocent Muslims Would be absolutely terrible Yes Yes That's true OK Let's do some jokes 對 Norm McDonald 他那個來賓好像都還沒有搞清楚狀況 OK 如果這些恐怖分子引爆了Dirty Bomb 髒蛋就是一個有放射性物質的炸彈的話 殺了上百萬人的話 最糟糕的地方就是會有很多人起來反伊斯蘭叫 OK 這個高端食尚公司打出來一個兒童性變態的廣告 最糟糕的地方就是 很多共和黨會有機會來攻擊 你可以說我是個神經病 但是我個人認為 巴黎世家打出來一個廣告性變態的 兒童性變態的內容 最糟糕的地方就是 對兒童有任何性變態的廣告 OK 性化兒童 讓兒童接觸性虐待的物品 這不是我在這邊嚇人 沒有錯 那個小孩的確是有穿衣服 但他在廣告裡面拿著一個玩具熊 穿著BDSM的玩具熊 然後另外一張圖是 一個美國最高法院 對於兒童性愛影片 色情片的判決 這個不小心的可能性 基本上是零 這就是我覺得應該是最糟糕的地方 我覺得右派的反應 或是共和黨的反應 是應該的 所有的人都應該要有反應 應該要來抵制這個樣子的公司 在幾次影片裡